是吗 这个也是也是政治上的一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台湾那边就政治吧 可能不够稳定 所以导致的一些言论比较 问题多啊 只能这样讲 我一两句话也讲不清啊 觉得 他不可能只加薪水,那也不太现实 你会每年会给前面的老员工大概提升多少薪水 给他看业绩 会提点,肯定会提点 一点点,提的很少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要面临的就是马上给我们的第一个人 我不建议你承诺他提多少吧 反正我们这边没有一个规定的 只不过说今年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开个会可能准备提这么多,他就提这么多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 而且像我们这种企业,他没必要把这种东西形成不规则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员工他6000块钱的一个月 那你觉得我给他提多少 那他能干多少活了 最主要是看你的公司的业绩吧 还有你给给薪水的原则是什么样子的吗 拿固定工资加提成了是吧 还是说他还是怎么做吧 他是设计师的 设计师啊 设计师按道理应该是你的公司的命卖了应该是 看你吧 看你吧 那一般来说环境内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说 都是环境内,就是一般来说社会上也没有说 这个平民提贯的5%我提贯的5% 5%太多了 你每年提5%你得了啊 不可能的 他一般像私企的话他没有一个规则 我们这里他没有没有什么规则 所以我给你提多少 那具有可能不提 对,这很正常啊 不提是很正常的 不是,不提的话不是有点那个吗 因为CPI的话通货盆量都用了 就是短级3了 不提的话不就对他实际上拿的前面少 其实是不可能不提,只是有可能不提 提一点点 提一点点 提一点吧 也要看物价啊 也要看各种 应该不是吧 我觉得差不多吧 物价你用什么来比啊 这碗普通的饭的话 现在在 就我在网州的话 就普通一点的 随便的盒饭或者网上叫的一种 都需要至少是15块钱左右吧 那差不多了 15块钱人民币就是2美元左右 嗯 3美元 3美元 相当多少台币 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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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差不多了吧 嗯 差不多 像我们这边 对 你点一个炒饭的话 也是 不要跑 1 3 10 10 2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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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2 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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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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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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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多吧,至少应该也是,两千确实有点太难活下去,你想一下,如果你的员工来这个地方还要自己租房,还要自己去承担这些伙食啊,这些住宿问题,然后采拿两千块钱,他怎么可能干下去呢,对吧,没有考虑到这点啊,不是一个living wage,不是一个生存地势的最低工资,对了。 现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都三千五,在逛幼,都一样吧,应该,全国都是这样,对吧,对吧,我不知道是多少呢,我们学校给的工资,我还用的是不用交的,还是,你说不提,你说不提百分之五,我就放心了。 可能是我们这边,我们这边的那种经济收入啊,还有我们当地的这边的财政,你那也不一样的,你不能拿我这里来算你那里,我这里如果两三年不提工资,他也干得下去,但不知道那里行不行。 不知道了,你会想到这一点。 本来就是像我们这种城市,一两年不提工资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我真的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对啊,我说这么,这么给你一个打,这么费力,我想,看来,你们那边。 对,而且城市和城市真的不一样的。 我在这边,就算你给一个人,就比如他干的工作啊,可能就是那么一小点,然后给个三千块钱,一干就是五年,他有可能就一直三千块钱。 而且我们这月圣光节奏比较慢,是吧,他一天可能也用得着这么大的消费。 你们给不给加班,让不让他们加班? 呃,我们公司加班比较少,因为自己有保证收入,然后加班的话一般会,加完以后会安排休息的。 那就蛮好,那跟我差不多。 对,对,对,一样的嘛,觉得那里都这样,一般加班的情况就是你有些单子比较急,可能这个东西需要一下子去完成它,然后就导致你要加班。 对,对。 然后加完以后一般,这个事业力。 那为什么我经常有这个事业力说,因为很多这个加班加到死了,他就不会起来,这个加班是死了。 那种企业的话也有,那种地方他就不怕员工失业,他无所谓,是吧,再把员工走了,我再找一批人。 而且他可能他那个工作,他那个成本不是很高啊,培训成本不是很高啊,他无所谓,他允许公司有这么多的人事流动。 他有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嘛,他管理的那本人精能很少跟你讲,他就铁定了这本人就在那里干一段时间。 明白吧,嗯。 结成公司不在少数啊,但像我们这种设计类的,那有可能人家会比较看重你的公司的口味啊,可能说你公司某某某某设计,哎,在这个圈子还比较出名。 那你想,这个员工要走啊,对你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我相信里面你应该差不多吧。 韩 investigations 我很欣赏很多,我今天没有钱的心理 which can build into the house,很高啊,irring on average 其实有时候管理的一个公司也挺累的,我心ordinary 有時候覺得 剛才說有時候你做一些事情 也沒必要讓所有人都滿意吧 但是 有人不滿意的時候你是很不爽的 對吧有的 別說是造成大多數人的利益了 那實際上每個人都說 就想要百分之百都覺得 比較認同 但是事實也沒有絕對性 那你又不得不去做啊 這個為了公司的利益也好 就算是為了我自己自私吧 那你也必須得這樣幹啊 多多了都累 你真的 你別以為在中國當老男後容易 你媽我現在都是我給員工換工作 我自己不給我自己 對 自己 有時候你點員工發完了 你自己都沒錢用 因為我自己沒有錢就自己發 像我和我公司 我們兩個合夥人 一個月就固定這個公司拿個五千塊錢出來 就這個樣子 除了可能一些重大開銷除外啊 可能如果是買房啊 或者是 搞什麼重大呢 那時候需要 可以用錢的地方 就這樣拿 你拿時間 你還可以買房啊 我今天房比較便宜 我們現在 幹部 我幾個 我的兩個員工都 拿著我發的工資去買的房 供著他們 自己就想不考慮 你沒辦法 畢竟是 當喜福 對這已經是你的事業了 你得用心去對的 對 像你的孩子一樣 你看這公司 你盼著他成長 這種心理真的 很難言表 比較爽 就是一個比較爽 對對 就是有時候想想想想起來 就覺得 挺有感覺的吧 挺有成就的 拿他自己挺累的 同道中人啊 這個事情的話 真的 不期待 你就能做起來以後 我覺得其他這個東西 很多 這個東西 對 就是 退 就是退 不是 就是 不是 不再是你的這個 不再是你的優先 優先值就非常大低了 不過 你說也蠻好玩的 因為我這個人的話 就比較喜歡 重視也喜歡帶頭嘛 做什麼事情的話 喜歡去領著一個團隊去做 然後 自己也比較喜歡 可能就是 就是愛好 也適合從事這個 的種種 就是 你當老師 那是主要是 我覺得太 平凡了一點 我覺得 因為人的一生 如果你一輩子就乾這個工作 到養老的話 倒是 沒什麼大問題啊 大部大會沒有 那小康也沒什麼大問題 不說實話 當老師的話 還是挺受人尊重的 尊重的 尊重的說法 至少你的 在社會上的形象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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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說說地位 倒是 對 但是 不是 沒有 錢 窮教說的 窮教說的 對 就這樣來 沒錢 沒錢的話 就是 多數 那個月都很少 包括你的開銷啊 包括你的娛樂啊 你的身後品質啊 隨時下降 對 是 因為一個人 一個人 你的身後品質下降 就會導致你 很多很多東西 跟你的下降 包括你的看法啊 包括你和你的交際的這個圈局 都都會下 都會降下去 所以一個人的生活品質的提供 是特別重要啊 哪怕其實從消費上來說 不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嗯 我有一個正向的循環 有機會可以過來我們這裡玩一玩嗎 我在乾肅這裡 他也沒有去過 我在國內的話基本都大好河山 沒怎麼跑步 來 我們這裡坐一坐 喝喝小酒吧 坐到聊聊天啊 挺好的 因為我蠻喜歡跟這種頭腦爭靈 就交流交流這方面的東西 我要去 我要去你的的話 我就順便去看一下Fast 那個 最大的一個 喔Fast Fast Fast離我這裡 稍微有點遠 但是離我老家很多 過了 過了 呃 我的老家 就是我從我 我從我工作的這個地方到 到我老家的話 是要經過Fast 而且經過核心區 而且經過核心區 那Fast它是可以當在資產館的地方 可以 但是 一天只能固定兩千 它只賣兩千張票嘛 哦 就是要去 可能期間購票或者要排隊也出 嗯對 兩千多張票 那也很多了 好嗎 一天最多就兩千 兩千個人過去 蠻多的 而且它有那種專門的那種觀光車 你只能坐那個車進去 你自己不能開車進去 而且有些地方 說實話 它是不讓你去的 嗯 那肯定 大鍋 那你其實沒什麼好看的 就一口大鍋嘛 你沒什麼 他也有一個大鍋 開始 你就像去那個什麼 人家去波多里克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之前最大的那個 阿萊西波 我才那個 那個 在一個山裡拉下去 嗯 看了就是那個 東西 阿萊西波光眼鏡 從核心區那裡 手機 不能上網 他就不要停止干擾 電話都不能打 我們都不能幹 要人家工作 嗯 而且現在 反正現在那個地方好像有點爭議 就是那些科學家就是說 不想讓你遊客參觀嘛 但是呢 證書啊這些又希望通過這個東西帶來一點經濟的 肯定要遊客參觀 而且 這個東西的話如果說不讓遊客參觀的話 政府怎麼能夠 就是拿到錢了 對 大家知道 哦 哦 超牛逼好大 就在這旁邊 啊厲害 肯定可以 但是作為科學家的話 他們又希望這個 純粹拿來做科研 對 這就是有很多科研項目 這幾年 對 有遊客在裡面以後會很煩的啊 有時候開手機啊 或者什麼 論文化都會導致 對 會導致一些 數據上 可能它對他們造成更大的計算量啊 之類的 這種東西啊 也沒法碰嘛 那 那 但是 任何這種過程大量公共的資源去做的事情的話 都是要有一定的公關的 對 都是有一定的代價 對 你必須得要公關的 那 航空網絡局 美國航空網絡局也是這樣的公關嗎 對 也得也要經常搞一些很弱智的看事件 什麼小學課小學生物的問題啊 什麼宇航人的時間拿著他回答這些問題 對 你不能不這樣做的 要不然你經濟怎麼來啊 誰來誰來出這個錢幫你去買單啊 嗯 是吧 但是作為科研人員的話 確實這個東西是一個國家的一些 科研項目 也是 也是他們的工作 這樣講 對他們工作上的困擾吧 也理解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嗯 這這就是這就是這這方面的矛盾了 有矛盾最需要調節的 真是 肯定會有的 那種遊客怎麼可能避免呢 而且你看投資了 搞了多少年 幾十年了 我立向了 從立向到現在 我立向了 從立向到現在 進水 平均大概多少錢 我現在一共 我連很多裡面 就兩個人拿進去 一個是一萬六 一個是六千 好啊 那 你們的公司有幾個股東呢 這公司 股東的話 應該是有 有四個股東 哦 就是融資進來的 嗯 就是說 我們的伙伙人 會有四個股東 哇 真的 對 合伙人也在你們公司做嗎 也是在做技術嗎 還是做 只做管理 管理太少了 有一個做技術的 技術的合伙人 然後 做技術的做銷售 然後一個做銷售的 好多人 然後 然後 美國這邊還有一個 對 對 Mom 我們公司 就 兩個 然後 而且 我們也不打算再找 嗯 目前都有形式 對 你們當時 出錢的時候是什麼 當時你們 你剛開始做的時候 出錢的話 我們就自己掏了一點錢 然後借了一點 後來給銀行也拿了一點吧 很多銀行拿了點錢 也不多 後來慢慢做起來以後就增資了 其實真的這個也挺不容易的 剛開始做的時候 因為要買一些設備 還有一些員工的薪水啊 最開始就真的發不起工資 雖然兩三個人那時候人手就發不起 還有業務啊 還有公司口碑也不是很好啊 當時做的時候 你可能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可能花個十萬塊錢做了一百萬的那種單子 對對然後人家希望你給他一百萬的東西 但是人家公司找你就是就是看著這一點 要不然他就找別人做了 對 你看你沒辦法 你開始的時候只能這樣搞 然後又加班 然後就給員工更高的一些待遇之類的 就這樣過來的 然後我們自己的話可能拿的比較少一點 還有投資在上面的經歷 各種東西都挺多的 包括 包括去談的一些單子啊 通過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一些一些途徑吧 拿的一些單子 其實現在想想也挺好玩的 但是現在的話基本上慢慢做起來以後就有人 然後他要做這些東西他可能會想到你 然後就有可能也會對比一下對比幾家 但是至少人家知道你存在了 對 18個人其實 我說呢 對於一家那個公司來說的話 其實也已經是 也不算特別少 但是規模不是很大 我小一星期 我小一星期 我能注射資本才一百萬 你少了其實 過去話講就是 嗯 我們就做一些傳媒的東西 相當民視 最開始的時候是音樂工作室 你知道嗎 就做做一些編曲啊 然後一些配音啊 之後來就慢慢的做了一些就 政府可能是宣傳部啊 可能要搞個什麼 旅遊開發大會啊之類的 我們來做一些策劃 還要幫他們找一下一些演員啊 或者是出這些東西 我們自己不演啊 但是會不會把他們去聯繫 但是公司的話 他肯定業務是擴展的嘛 剛開始只做這個東西 然後後面慢慢的擴展了 就是他有這樣的一個人員需求 然後就慢慢招人 就這樣就慢慢起來了唄 人就越來越多了 人多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不可能去做東西了 你一天 嗯 DCS啊 DCS旅遊城啊 他的高速打造成 DCS旅遊城 然後專門建一個地方 然後變進了遊戲 然後 對 有一個教官之類的 然後起飛之前 現在要上課啊 要培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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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抗啊 人家我跟你說 在國內都是 在國內真的這些打法是什麼樣的 就找一個概念啊 或者是政府高層同意的 或者說比較支持的 然後就拿這個概念 主要就是拿D你知道嗎 就比如說 就是習近平他支持足球事業 好啊 全國各地的這個一些大企業 實驗企業就開始說 我開始建足球城了 就以這個理由 拿一個地 然後中間建一個足球場 其實中間只不過有一個足球場而已 周圍都是一些商業地產 或者是一些房地產 就是住宅用的 然後他實際上這個東西就是實際上拿D 在政策下 對 在政策下拿的一些福利 拿的資源 對 但他實際上不是靠那個 他只是靠那個 靠那個政策 不可以 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公司其實 利率比較高的就是做政府的一些單子 本來這個東西包價很便宜的 但是我們給他報了10倍的價格 明白了吧 然後我們這邊做的話 有可能 就按照他的預算的水分之一件來做 為什麼呢 而且而且 而且 而且 而且他們不一定會懂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關鍵 你得去交涉的那個人 他會說的話 這個東西就行得通 也好玩 其實 說實話 在國內 我們我們中隊應該算女飛最多的中隊 但是還有其他人 他也是在那個邊緣了嗎 就是快飛的那個邊緣了 小喵喵喵這種 是吧 還有 有妹 有妹以前跟著我飛那個FZ2的嘛 然後236 他就是 小妖呢 小妖我現在是重點培養他 他現在也順了 所以小妖 我在隊裡面跟大家說 就是 千萬不要 不要一些個人的原因把它給弄走 到時候 我不好做了 多了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中隊有一個叫做 東洋2 不是 東洋2之前還有一個 你知道吧 我們以前叫記憶嘛 記憶 後來來了幾個新隊 也 也不算是新啊 也是 在了一段時間比較久 一天就 就各種鬥他們 後來 找到他號碼以後 哇 大半夜給他發短信 他他跑過來跟我講 那 應該導致了這樣一個人就不飛了 挺煩的 我那我那時候只能 你懂 你懂了對吧 就這個樣子的 那個那個人 然後這個女飛就因此 就 挺討厭 其實女生有時候也煩感 所以 那時候我們飛FZ2嗎 FZ2那時候 我們女飛大概有 有六個 兩三六 小藥就進了一個 還有一個叫東洋2的 他飛的 他飛的還可以 所以算是還還能飛的那種 他比小藥飛的好 還有一個是五一個叫五妹 還有一個是六四 六四的 六四的直接都不飛了 都 但是我相信 我們隊裡面應該不會亮 最多就 口頭上挑逗挑逗 講幾句就完事了 不要去影響人家的私生活 真的 我們我們以前的那個女隊員 就是被被影響到私生活了 所以導致他直接不飛了 被影響到私生活 是Online Stalking 代線尾行 這個這個我比較發現 以前我們隊的那個成員 他平常不在TS講話 你知道嗎 我也講一點 但是那天我們我們那時候 那個女飛 經常在TS跟我們聊天啊 還有有時候飛的時候 對有有時候也飛 然後他就很莫名其妙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後面 怎麼拿到別人的手機號碼 因為拿到拿到Q號 哇 那時候就是手機還還還還不是智能機 還不是智能機 不是還不是智能機 還沒有微信那些 那就拿主要是QQ嘛 然後拿電話大半夜給他翻短信 哎我操我真的 我幾愚悶的 你說你說他他那個女學跟我這樣抱怨呢 我我怎麼做吧 是吧 哎也挺搞笑的說什麼 不過林子大什麼鳥都有啊 那邊像 像DCS 你想你想把它發展起來的話 你首先得有玩家 這是最主要的 然後其次的話 隊伍建設的話 這個幾個東西就主要看大家了 像我們現在夜魔之中 對本身就沒有什麼 政治立場 要不像什麼 三級哦 不像什麼 什麼 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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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必要 我覺得 這些東西大家興趣愛好 然後再加上有一點 那種 戰友情懷 也就是說 經常一直打配合 會有那種默情 只能這樣講 要遲了 他們搞得像 他們搞得像你馬 就是以前那種 一個組織一樣 文化大根據 對 搞得像那個什麼 體育 就是 竹聯那種 以前的 政治管理 對 我覺得 怪怪的 很怪怪 對 你沒有什麼感覺 就覺得怪怪的 也沒有 也不是說不好 就感覺 哎說不上來 有道理應該知道 我們在那邊 聊天 大齊哥 聊天 我們真的不知道講什麼好 打得很奇怪的 打得很奇怪的 真的很奇怪 嗯 而且像這種管理方式 其實 說實話 露了 真的露了 你用這種思想去管理 一個企業 一個團隊 現代人的不是管教的 現在是要打得上 有 也要借鑑 就是 魯阿魯阿之類這些的 就是 要有聯賽 技分 你知道嗎 要報名 我們國內 現在這種 魔飛環境的話 有一部分原因嘛 就是被這種各大組之間的這種糾葛 導致了一些人 直接不飛 有一部分 這方面的原因 還有魔飛環境本身就不好 我 我 我覺得在DCS上 我是很想去下一點功夫 去 把它弄起來 但是 而且我自己比較喜歡它嘛 但是 現在這種情況吧 也不允許這麼搞啊 有一點你想一下嘛 我現在如果開一個服務器 就像我之前 我不是跟尤達說過嗎 我說我要搞一個服務器 但是 網絡上傳又是最大的問題 其次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開服務器的話 那個MAST會掉線 你服務器MAST掉線的話 它就不是公共服務器了 很麻煩 真的 如果你是用IP直連的話 它又變成什麼 變成DNS的那種形式 因為導致玩家又變得更少 服務器開起來就沒有意義了 你說是不是 嗯 我是想做一點好玩的任務 然後做一點那種 對 嗯 熟悉玩那個地圖吧 但這出來又有什麼意義呢 現在MAST的四個小時 可能兩個小時 就那個就掉線了 你即使電腦24小時開 就算地圖會自動的 自動的切換 那別人進不來啊 嗯 他有三局的那個格子 你真的什麼 對 他們 他說實話 他們軍演那種思路是很好的 我是覺得他們搞的那個軍演 這種思路啊 其實也蠻不錯的 只不過 有點 有時候在和他們聊多的話 有點 有點怪怪的 然後 幫了 幫了一下 他準備的時間太長了 他們應該自己準備好了 然後等了 大家過來了 而且而且你想想看 SR這個東西 我提了多少次了 嗯 不止 不止五次了吧 到現在為止 我們每一次軍演之前 都又要給三個的成員解決SR的問題 每一次 我參加軍演這麼多次 每一次都去幾回 以前的話 是我親力親力 我自己去做 那後來的話 因為我可能要 要調適一下服務器 後來分配一下 做簡報之類的 我就安排了批卡軍演 但是每一次都都會掉鏈子 所以我就 我就說啊 他們 這個東西 並不是我們不去做的 也不是做的不好 還是這種東西的話 得引領一下 我覺得 SR這種東西 他們帶頭的 自己都不去引領 那隊員的肯定不用了 我三個那個刀子 確實有時候講 其實有點弱的 好玩笑 什麼 你怎麼刷來的 去國家體育總級 開破眼 怎麼刷了 有辦法給幾頭 哦,哦,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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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对了,对了 其实也没什么啊,怎么我觉得非常正式的 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以后就觉得挺怪怪的 诶,犹大,你说有没有那种方法 就是你开服务器的时候,如果服务器换图的话 就相当于它把那个设计退掉,然后重新进了 能不能有这种方法呢,因为现在 像104啊,它们换图的机制好像是人为的去换图吧 如果不是人为它自动换图的话,也是找本出发吧 它那个并不会退出服务器吧 就是,我想,我想弄的就是 它这张图啊,可能四个小时结束 结束以后,它把那个DCS退一次,然后重新进DCS 重新打开的图,能不能做到呢 用了,不知道,没数 那是Must掉线的问题 确实 直接无解了 Must也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服务器本来是开着的 本来是功夫 开着开着,它一会就变成私服了 就是你自己的Must掉下了 所以别人无法在那个列表里面找到你 嗯,我给你讲一些换图的事情 换图的话 它会重新进DCS 不是 但是,它就是摆着DCS 43块 它会重新载入一下 相当于已重新 嗯,但是那种情况我知道 之前老骚也跟我讲过的 那种方式自动换图的话 是脚本来换嘛 它自动换图 它自动触发换图以后呢 它还是相当于是还在那个图里面 就相当于这个图就是 只不过它换了一个 就四个小时结束以后 又从一个小时开始 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它Must的 就只连了,只连它开服的那一次 它后面一样是搜不到的 Must就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就是你 就是你 你进服务器的时候要登录的那个东西啊 不是 进客户端以后要登录的那个东西啊 刷列表的东西 就是刷出列表啊 就是刷出列表啊 써魁 我妈的 我昨晚下班我回家睡了一觉 直接睡到九点 而且 我起得比较晚嘛 他不定的,只要你在国内,就会莫名其妙的会掉线,就像豆腐的福气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现在改成私服了 那北欧的福气他是在国外吗? 北欧的福气在国内啊,对对,在国外,在国外,所以这些比较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自己架构那个月片,然后在国外见福气,但这种成本太高了 对啊,但是说实话, 如果你搞这个东西,在上面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也不在乎就花那么一点小点钱啊,你的精力其实也挺实际的,主要就是带宽的问题啊 带宽,带宽比较贵嘛,带宽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带宽下载到没什么,又上存 对,上存带宽,上存带宽很多,就是阿里云那我感觉他是一个就是他那个带宽 就是这个上下载兼备的,但是你如果要设置一个我才可以看30块的,30兆的带宽 对吧,我们现在从使用的算法,我的产品带宽好像只有,有几兆吧 就是要,年要多少钱了,要5万块钱吧好像 怎么这么贵啊,阿里云 嗯,很贵的,5万块钱就3万多吧,很贵的 嗯,如果是帝主的话呢,就是说,那如果你自己,你那我来讲一下 你自己买台,这个什么A0Y的这个电脑,什么万多块钱,2万块钱能力啊 然后你再搞个这么贵心的那种,宽严的那个,商用的那种,带宽 那也可以,我开服务器,我就这样想呢,我就直接自己在公司里面弄啊 然后用公司的那个网线,用公司的电 对,用公司的电脑,对吧,但你公司的网,问题是在于公司网啊 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网和国内这个MAS的掉线的问题 对,公司网这个比较麻烦死 开通困卡IP对吧,不是一个固定的IP,所以它有的时候就突然掉了 而且这方面的东西我也不太懂 对,这个事情呢,如果说一定要剪,因为说一定要保固执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个公司来扶着的东西 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保固执 这个毕竟就是我们自己的爱好吧,可能我自己也喜欢这东西 搞的话到时候再说吧 再说吧,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实际实话讲的话 其实我们有这个,我们自己提了多少钱的一年呢 还不如大家把这些钱给Wall-in-Sign,我讲真 叫他们去搞个CDN,把这钱花在CDN加速上 专门做一个,专门做一个每一天中国时间晚上8点钟到凌晨2点的一个CDN加速 就那个时间段,对着中国这一个地区 大家一年合起来给他捐一个多少钱 他就可以做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玩得很爽 关键是我们想弄一下自己的那种动态任务之类的 我们终于我们终于打战役的嘛 就想把这种团队配合啊,还有一种小比赛啊,给他推广出去 我觉得国内这种大概打的还是太傻了 哪怕三个做这个军演也是,大家就是抽热闹的时候是进行参加的 你没发现吗? 对 你通过看别人的那种SR的使用,还有团队之间的那种协调 你就知道了,基本上就是抽热闹的形式 不太行,等于我们要和国际上的紧接的这种理事才行 听说了,我们要和下次在论坛里面跟那个谁约个战 10104约个战,约个战就是说搞一个这种对抗 对,搞一个联合的对抗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约战的话不是打WR 不是打WR,就是打那种联合的这种战役 就是我们有一个具体的任务 这个还有个机场可能要去争夺啊之类的 打WR,打WR也可以啊,能不能够跟台湾的Fox3约一个什么WR这样的一个对抗啊 但是我们的我们团队是欢迎2000啊,怎么打呀 那他能玩什么? 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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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S里面有台海的地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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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开图这个事情等緩缓吧 而且如果我们现在搞那种动态战役的话 也不一定有人来参加这一点,最大的问题就是 关键参加的话 他们数字估计也 又变成那个三个那种车闹的形式来参加 就没什么意义了 最好就是一个中队他训练有素 也是平常也是经常一起打的 可能和某个中队之间 可能做一个任务任务的一个做一个演习 做个钱那种 我觉得这种搞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28 加2,000 knots 我才好6点啊 Chevy 31 Magic Bra 304 450 加2,000 knots 哎哟 哎哟 懂我不是直接睡醒了吗 哎哟 算你不算 我在小女生那里 哪个问题 我也说在军演那里 军演 哦对啦 这次军演 你们好像要参加吗 董博要参加吗 对啊 我也不信 我是有点不想参加了 而且 我每次参加他们就是要调配 调配我这去干这干那的 那也挺不想去做的 嗯 嗯 我这个经典的问题 我还是要那个 就是如果会犯行 你会像是这样的 我想了很多 我就要知道我一定会忘了 是吧 哼 你想吗 嗯 我自己 以前是说 嗯 嗯 嗯 那是造作的模样 喂 嗯 我的想法是 嗯 就是他说 嗯 嗯 嗯 你一起关键 他说 只能给他们那个三标 给予那 然后你一起关键 就是算能力 要让他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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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他们3G1的一些东西 我关于女生的来萨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高 因为有机会关于 参演的就是 反正就是咱们和那个3G1 那如果是咱们的话 女关于是来萨的能够的话 咱们的话是非常用 但是如果是除了咱们 和3G1的关于其他东西的话 那它3G1也不好关于 你其实现在是开始一阶段 你要是把所有的东西一定是规定好 你现在致命者有应该的东西 有可能是有的是没有时间 他们不关闹或者他们不关闹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 我也感觉这个部分就有 稍微有点兇 比如说参加人非常多非常多 对 报迷都报康了 那你对你好 这个我说了我会我一定会的 可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多人 可以 其实其实我们这边是挺支持他们那边的 但是说实话 其实关于你说他们那里 听你的那个做法 或者当他们的出发点想法 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就是做什么 毕竟有一个男人 大家都有事吗 有些人都会 也是也是 对 最关键的一点 我是觉得 唉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雇主的问题吧 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雇主的问题 我也是很赞同 但是 还有一个通讯的问题 通讯的问题 通讯的问题 通讯的问题就有个问题 看了 这可以 因为这个有发展 对 对 那只要每次做指挥官 最麻烦的事情就是通讯他 真的 人一多 你想一下吗 二十个人在一个频道里讲话 是什么概念 对 这是有些外组织的人参加 这个东西 他也不好管理一下 他也不好管理一下 主要是现在他也本来是刚开始 然后 但是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 三哥这边既然作为那个 玩房的话 他们 他们的人员应该 首先 自己就要去装他 对 SR的问题 我想是可能 嗯 也多 问题也多 畢竟这个东西 也是要看大家 大家的那种 虚钱时间吧 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 各种东西 都还换得 donuts 我可以到这个地方 做的 匆区都是 一些 匆匆和 匆匆匆和 匆匆匆匆的 也不是说配合不好啊 只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国内摩飞的那一个通病 就大家都是打的路子比较矮 一个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数据链吧 我们有数据链可能在配合上 可能心里就会想要有个有个这样一个期望值 即使配合的话就说哎 反正反正都有这个东西吗 配合也方便 但他们那边没有这个东西 他们增加了很多学习成本 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没有数据链的话 配合也不咋地的 也是看个人实例 只不过平常可能配合默契图有了 一个小伙伴皮卡 因为我们这边有数据链 可能在没有数据链的一样可以打配合 这个我们是做得到的 但是但是如果你说说从头开始的话 确实难度挺大的 嗯 确实是这个也有数据链 但你再过一多点有什么意味的 呃 长进 长进半年了 好多年了 但是刀子的很多东西啊 我确实不是特别喜欢 嗯 嗯 要用邀东斯的人 他们自己 他们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邀东斯他们 你看他们在打这一次轨迹比赛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数据链 情况下 一样 我们打得特别好 这东西不能一概而论的 打起来的话就要看个人的一些综合素质和团队之间的默契 这个很重要 嗯 也不见得 如果你是真正你遇到 要你是那种高手的话 在没有数据链 情况下 你一样就是几乎就变吊胆了 这种非正式的 不要拿非正式的来来来来来做那种比 非正式和正式的打起差别很大呢 就就拿非正式来说吧 有可能今天啊 我可能不太好 可能我边边打电话 边边就边跟你在打 然后你打死我了 结个图就证明你厉害了吗 并不是那样的 嗯 这个不能 野战俘 野战俘真的 这野战俘完全看不出这些东西来 那不是 野战俘你拿这个来算就不对了 出发点就不好了 这种想法就不太对 如果真正你觉得厉害 直接去参加国际大赛嘛 就大家反正每次都要招人 然后你去那种里面打 你就知道压力感了 那种紧张感 这这不就得了吗 这就回归到队伍上去 人少 我们 我不知道 NP现在没有那个水平 说实话 我们NP巨核104拿什么打吧 你拿换银两千去打15 那不找虐吗 如果是拿15打 我们这边说实话 我们整体非15的实力 连N5都打不过 别说打他们 反正我是没有 哎 不是 那也是个人 其实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嘴见的人也多 发现其实很多人还是很厉害的 只是奥斯卡我是很不爽的 不只是你 哎 潮底洞飞个飞超高速 但那边也没什么呀 我说实话 如果真真真真真去那种 打那种像这次国际比赛的那种 那种情况下 那种压力情况下 那才叫技术 真的 一个 你想一下 你整支队伍 损失一个人员是非常非常大的损失 这是其次的话 一条命 还有 你要在规定的油量 在这么多油量 双方同等的条件下去对抗 这才叫实力 你知道吧 如果只是拿野战斧里面说 你们那边有两个人 我们这边两个人 我们这边把你们全部团灭了 我这边厉害 差差别大了去了 不过呢 一个组织里面的人 嘴见的人都有 难免有那么两个 像恩凡的奥斯卡 是吧 那就不用提了 叫老梗了 但是 也不是说有他 反正有他这样一个人 就整个队伍就不行了 也不是的 拐久洞啊 还有腰洞腰 他们还是很厉害的 拐久洞啊 还有腰洞腰 他们还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 他们还是蛮不错的 腰洞三是飞营大队的 飞营大队 对 一个嘛 一个案 一个集 一个摇动集 拐动两 是吧 一个 腰洞腰 一个就是那个飞营大队 是吧 对 对 对 腰洞三 拐动两 还有一个叫腰洞四的 还是 你说要是把之前那些 最客制三个 虚航 尼斯卡 还有那一方案 那对你说的那个飞营大队 还有你们推进的这一是吧 我们记以前都是自己玩自己的 也就是从来不跟外组织的人 就是打什么对抗啊 这类的 还有那是北极星 还是北斗星 我也觉得有一个 对对对 有一个叫北极星 北极星 那是表演队 他们是指飞表演的 我们以前的记就跟我们现在的夜貌子其实差不多 只不过以前是FC2嘛 反正是跟全线的人 要是人全部都飞的话 那人也不少 那是肯定多啊 几百人 但是很少有一年跟一起 一起就直接飞 真的每次有时间大概一起 直接跟十几个人一起飞个战役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尼马上次真的是 又哭了耶 我操 整个好不容易 我操几天没飞了 然后就是说那天晚上把其他的事情先不干了 专心手上飞一把 结果尼马 结果尼马等待等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进去以后半小时就崩了 哎呦 错了 如果他要是等待没等那么长时间 可能我们后面还在找个人再开一把 对吧 就是那件事已经可以 嗯 他等待时间太长了 关键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等那么长时间 说好了六点半开始 级六点半开始 大家都已经提前准备的 不守时 这个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我我们我们蓝方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那边蓝方 我们那天蓝方这边是已经提前准备的 好像提前了四五分钟左右吧 对啊 而且而且我们这边花的最多的时间就是帮三个的装个杀嘛 花的最多的时间就是这个 皮卡海在上面 记得吗 就是任务开始了 然后皮卡海在上面 因为我觉得他们 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这样子 就是说规定好一个时间开始嘛 OK 就那个时间开始 如果说到时候红蓝队不平衡的话 就临时抽掉一些人把这队伍填平就开始了 这一件都提一下 但是我觉得刀子在这方面确实有点那个 他有时候 其实怎么讲呢 其实我们 叶猫子的人全部到一队 然后干他们 我觉得起初了吗 这边都是我们的人 他们那边是飞行大队加那个 其实现在第4S里面虽然说分为这么多队 但是实际上 人缘是基本上是有重复的 就是有可能三个的人 可能有部分人在飞行大队 飞行大队部分人可能也在什么in sky之类的 有一些有一些重叠 有一些重叠 我觉得应该 咱们下次还是要跟他们要约战 就是要我们整体的去 就是约一个时间 然后就是和我们中队的人比赛 像这样的话 我觉得要搞 就跟3G也讲一次吧 然后下次就飞他们的图 但是就是我们和他们打 然后这样的话人也不用特别多嘛 就是也不会说夫妻突然崩了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也就上个十几个人 对 最后就30个人的福气 对 对啊 然后都可以 其实都是妖怪开嘛 妖怪会经常开的 是30个人对他来说 对 妖怪的福气30个人应该问题不大 那么特别大的问题 我们就 就其实就跟他们打就好 也也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个线 其实我们 我们以后就自己就约战就好了 我们就是每一个每一周跟每一个 我们自己就这么一个比赛就可以打起来了 就是连队连队赛嘛 我们就是月猫子杯 对吧 那每一次都是我们举办 然后我们这一次跟谁打 下一次跟谁打 反正就计分威 对吧 这个就是咱们基本上说要开始 约到人就可以开始了这个事 然后图 对啊 图就是我 对啊 对啊 然后图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嘛 就没有3GU的那么复杂 就简单一些的这种 对吧 简单一些的图 不需要那个 在前还在部署什么位置啊 什么之类 就一个可以是一个固定的图嘛 你懂的 就是有点像104那种类型的 就是双方的攻击区域都是固定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东西是隐藏起来 或者怎么样 但就是就是打开始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规则 对吧 这个不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固定的一片区域嘛 然后 双方战舌的开始位置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固定的 也不一定要有地面组会关啊 对吧 就是 反正就是空中的 那么打 可以 可以 完全可以 那个 搞张图出来 然后咱们就可以约了 约了别说 咱们约个 拍下轴 跟他们切磋一下 先找一支队过来 对 首先约的可能就是 对 首先约的可能 叫三个和飞银大队的这边 要弄三 他们 对 飞银大队需要多少个人啊 要他们凑一过人过来吗 我们大概能凑一多少个人 我们能凑一十五个人能凑一 十二个人能凑一 我觉得我们是 十五个人吗 十五个人其实很大一次队 嗯 十五个人 尼码十五个人五加了两千 五加十五还有五加队的结 多人 而且我们队里面基本上就是拿两千当十五用的 对 这么多人就是 是啊 然后还可以 诶 3GO的那个他们他们的那个军演那个里面是 哦 OK 对反正我们可以可以那个嘛 然后规则上我们不一定要叮那么死吧 就比如说机场的防空室被被干掉 对吧 就是比较灵活一些 打起来 但是就是不需要地面指挥官去管那么多了 不固定的位置的 所有的这些目标对吧 方方都事先知道坐标点在哪里 所以如果要去高兴出的话是可以的 行了太迟了准备睡了 好 我也准备睡了 我把这个任务打完 好 什么任务啊 在玩运动 对 我玩了一个晚上了 这回犹大 这回一个在聊呢 华操我们终对真正的夜猫子 华操我们终对真正的夜猫子 华操 这是谁谁取的名字啊 是鸟头还是谁取的老司机 我不知道 反正是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来的时候也是那时候也叫夜猫子 身份的认同感 太疼了搞笑了我觉得 太疼了搞笑了我觉得 那测了吧 我现在我一我得一管 那个 巡航组织的感觉 那个inspy 你了解吗 你应该了解吧 了解我挺了解的说实话 而且 嗯 我飞的挺早的 而且我当初也是鸡的那个组建人嘛 他们也是也有点熟悉 嗯 老司机是之前的巡航组织的是吧 对老司机是巡航的也是一个成员 那那个组航组织现在好像没落了 组航现在几乎没人飞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他们成员可能都散了吧 然后就到各大 其实就是一个组织跳到另外一个组织嘛 可能有些跳到三个 有些跳到那个 就像以前我们的记忆一样的 有些从组航跳过来 有些从山沟跳过来 有个人从那个什么那些跳过来 那你们那个时候 像我玩的时候就已经 只剩一个枪 就是飞的组织的人说呢 然后还有叶摩子 叶摩子后面还 不是去年 16年吧 对 你是去年嘛 去年那个经常和我们一起打 我就叫你和我们一起飞呗 嗯 哇主要是我们叶摩子就跟以前我们记忆一样的 也没什么入队仪式之类 也没有什么编号制 但是我们的队伍说实话还是比较散的 对 那也还行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种模式 以前我们记忆还有一个女飞中队 你知道吗 很搞笑的 还有个女子女子飞行中队 我操 可以 那时候有六个女飞吗 六个女飞 那时候小妖 小妖 小妖才上了 航校 那时候叫我们就安排航校课嘛 航校课 然后教了一部分的人就是新手啊那种 航校课小妖就是第二批航校的嘛 后来小妖小妖那时候挺飞是因为她她爸帮她删演游戏 真的很搞笑 真的很搞笑 你知道吗 她就 我昨晚和小妖两个人聊到凌晨也是聊到这个点要唱 我听你们聊这聊这我这小段就好 小妖是很能聊的一个人的她也特别能聊 你也能聊 我本身就是一个话老啊 可能跟工作性质有关系吧 我就是那种几乎没什么话题 我会把话题扯出来 而且很自然的换到这个话题上去 我平时不也是 这点不好这点不好这点你得不管是生活也好还是一些平常的交际也好这点去交流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的 你平时我也 我也讲话 其实看的看得出来 要是你你不说话我肯定已经没有发射了 对 因为你在现实中啊现实中其实讲话真的这个东西也是一本真的是一本艺术的 你得会讲包括你的工作也好你生活也好你交际也好这个这个讲话是最基础的交流嘛交流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我不会讲 我不会讲 只要是我不知道该怎么 不说话我就不知道说什么该怎么说 没事你会你会讲的 我感觉我们叶摩子慢慢的被我带成一话牢了的 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 嗯 另外你做你会说话会交集什么 哎再加上和我的工作性质有关系吧我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老师嘛平常就讲话 然后再加上在公司这边又是一个一个企业的管理你说你不讲的话你谁来讲啊你不带头谁带头是吧 嗯 而且从小到大我做事情带头习惯了真的做什么事情我啊一做很自然的就就去引领都是喜欢去引领在家里面家里面这些事情啊还要包括公司学校还要包括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吧包括我们朋友朋友这个圈子啊要玩什么东西哎可能哎哎带带着大家一起去搞呗那就搞啊是吧 啊那就想一想 maria也蛮有意思的这个也是一个人的长处吧 对 对 可能 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辐射你知道吗就是你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可能你你的已经整个朋友圈啊或者是通常跟你接触的人他慢慢的以后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吧 对对对 我刚才你帮我打赞了,我第一次想这样说。 我的话都,你要是进铁身上,我的话我就慢慢多了。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你看叶毛子,全是跨牢,能够从半夜直接聊到凌晨6点钟,我也是醉了。 我的话是因为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啊,可能时间上安排稍微自由一点。 但大多数人可能工作还是比较那个吧,比较固定吧。 而且我学校课少啊,上课的时候我可以找一起去,不上课我基本上就不用去学不到。 看起来是蛮爽的,但是学校的工作没钱,你懂的。 你想一下,我学校的工资都不用去教个人所的税的。 嗯? 那是你们的个人所得是高吧? 没有,三千多一点,三千五吧还是,我都没到啊。 我不信。 真的真的,我们学校给我的工资就三千多。 你们应该有其他福利吧? 没,到手的工资就这么多钱。 其他福利是什么?无险一斤? 我就不算无险一斤。 不算无险一斤就没有其他了。 无险一斤那是强制交嘛,单位里面把你交的。 像我,我老是这样一个经纪,他是当官的。 他们的钱虽然少一点,但是他们那个福利好像好一点。 我还以为老师也就福利好。 没有,老师哪里是行政部门啊? 老师是事业单位。 对,事业单位,还有他是技术岗位啊。 那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 而且我自己又不是领导。 我还以为就是老师也会有那种,没有。 但是有那种福利。 你想多了,现在老师就直接就跟一个公司的员工一样的。 嗯。 现在事业单位都全部是合同制的嘛。 也就是,就是你和你这个学校签订的劳动合同。 明白了吧? 哦,那他事业单位是不是属于政府的? 不属于政府啊,他属于事业单位。 相当于是有点像国企之类的那种。 哦。 他这个部门可以说不会倒闭嘛。 嗯。 只不过说,他也有业绩啊。 就像你这个学习这个学校啊。 如果今年招生不行,或者或者是呃,这个学校还在各方面的那个师资力量啊,各方面又差。 会导致一些学生流失啊。 声援不足啊。 这种问题。 那领导员很头疼的。 他也有点商业化性质在里面。 他不过,不过他是公立学校的话,会有一些经费嘛。 嗯。 就像我们系上,我们又会经常去做一些申报。 哎,就像我现在现在手手里面又又要做的工作。 就是那个重点知识学科的申报嘛。 嗯。 然后去搞这个工作。 啊,那要死。 真的,我感觉就是当老师就是呃,主要工作就是弄资料。 然后休闲的时候上上课。 真的吗?挺搞笑啊。 我以前还以为那个事业单位是政府的,然后像那些当官的就是那个党的中央的。 不是。 政府的话,他毕竟是,其实说白了,按道理来说,政府应该属于服务部门才对。 嗯。 不过现在基本上也是吧。 嗯。 各种部门,像我们现在打交道最多的不就是工商税务吗? 他们就是服务部门啊。 我们给他们钱,是吧? 给他们上税。 本来就是啊。 嗯。 给你们上,上税。 然后你要,你要给我们公司带来这个社会信用度,是吧? 嗯。 我们公司没有投税漏税。 然后我们公司,呃,注册资本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是什么,然后定期给你交税。 然后我们要在你拿,拿什么凭证啊。 多的不讲吧。 就是你打一张发票,你得以中国政府部门的认可吧。 嗯。 这就是那个税务给你的服务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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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